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 屏东有一名移工跟确诊Delta病毒的 白牌车司机接触后 隔离期未满就偷跑到南投山区打工 引发了传染疑虑 卫生局紧急安排医护人员 来到了仁爱乡华岗地区 针对15名跟移工有过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但因为当地的产业道路 在下雨过后出现落石 医护还必须要绕远路抵达 15个人初步快摔结果是阴性 但还是要等待PCR结果出炉 屏东一名外籍移工 接触确诊Delta病毒的 白牌计程车司机后 卫一规定居家隔离 跑到南投仁爱乡华岗地区工作 虽然初步检测为阴性 还是担心将病毒带到仁爱乡 卫生局安排医护上山裁剪 还遇上突发状况 大片落石阻挡产业道路 医护只好绕远路 我们总继裁剪的15位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开除所的原警 那这15位的裁剪都是 快摔都是阴性 医护人员道场裁剪 除了当地13位移工 一位台湾籍组长 另外也筛检一位派出所原警 15人快摔都是阴性 我们会担心 如果一个中的话 我们是不是全部都不用工作了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 休息的时候会聚在一起 毕竟的话 你功能不可能是一个两个而已 由于医工曾出现发烧症状 虽然PCR裁剪阴阴性 但民众还是不免心驚驚 后续还要等接触者 PCR结果出炉 才能确保阻断 Delta病毒传播链 记者曾如晨南投报导